掌者收股息 现在晚上10点35分 我都未看到CPI数据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些不太好的经验 完全是因为 时也命也混也 我刚刚这两天 这三天都要 9点多10点 要出去 做些事情和人谈谈 我打算做了 我卖了领钱后 就出去 很快才回来 今天也是这样 明天也是这样 所以这个星期 打算买 一开始价格 我计算公运值是$51 有$53就卖了 就出去 回来看看手机 跟人们在做事的时候 就不要看手机 我的态度不好 我就不会这样做 回来看看 曾经去过$55 今天也去$54 所以 所谓 时机也时也命也混也 才不入急门 这就是一个例子 这也是一点点教训 但是 如果那个视野 我只是在赚三四倍 这只股 我跟他说声再见 我以后都不买他 直至他有六厘色牌 即是一只比普通的房托 现在 还要去到一个地步 就是那些 债务都不能控制得很好 令到他有些惊慌 有些惊慌 惊着资不抵债 先去伸手 问人 拿钱 因为这样的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债务 背得多 你要利息又要支出 如果你的物业又被估低的时候 你可能 那些叫抵押品 抵押品减了值的时候 我真的可以随时叫你 加一些钱 或者 还一些钱过来 还一桶 他不够钱的时候 就很尴尬 所以先做这一件事 这次 显示他这间公司 讲什么计划 讲什么2.0 3.0 其实真的 有债务太多的风险 就是这样 这次公股有抛销商 也很感谢有些网友在这里 他的资讯比我更好 他的看文字比我更好 解释给网友听 如何换股 我有很多建议勇为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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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 好像是受压迫的民族 现在我们是 被人 迫着 这间公司搬龙门 要我们的小股民去奔波炉 去双脑筋 看怎么做 现在问题是 如果回回这一块钱 我是在赚4倍 我计算了 十多元股 很久以前 一直收息 一直收息 一直收息到现在 我跟他说一声再见 差1-2元 没所谓了 他有一个包销 包销的意思 就是说 如果股东仔 工股不够 他们要负责工出去 又或者他们手上 有些叫做工股的权益 他可以四围去找人 或者去卖出来给人 有些人想用 用44元 买领展 那些 有些人去买个权 一元两元 几个鲜 都可以 到最后 有些人就是这样 他收手续费 1.5% 当这些股 是新股 漏人去买 如果有五股 就给你买一股 当然 如果收到这份份 你填 可以说 供多些都可以 看他有没有给你 我会拼得到 我会拼得到 你会多多多 都可以 现在就想想 拿回钱 如何用 我有理由推出 因为有包销制度 这三个公司 有一家叫 星战 和一家叫 摩根大通 小摩 和一家 汇丰 三个人叫 承包了这次业务 不可 Cup 所以我有理由相信 您会听到 tutte 利好的消息 就是想 称载 好的 福利 一般 枇望 一些通常 致受着 他們不用揹太多票 揹了之後會有一些承諾是簽紙 幾多天之內不准賣 始終他們都是賣的 包銷的都是這樣 一去禁售期一圓就想如何套現 他們主要是找公股的過程當中的手續 承擔風險等 收錢 受人錢財 替人蕩災 領錢原本可以把錢貸少 包銷銀行賺少少 賺少一點 也很容易 主要就是這樣 但是越去到近剪刀的時候 我相信股價又會跌下 跌不到44元 但是公平的價錢 如果用120股來分成100股的權益 應該是51.5元 我猜如果是昨天10點多至2-3點的時候 到收市 賣的那些應該是最好價格 與此同時 有一堆地產股都會跌 如果你在那時候 賣出這個較好的價格 賣出這個領錢 然後用一個較低的價格 買回其他地產股 很多朋友都是這樣看的 很多朋友都是這樣看的 這些消息就是 我早就預料了 10天前我預料了 不停地說 這個港幣越來越趨近 這個藥方 金管稿要出錢 銀行同業測息很低 即是市面上浮著很多港幣 為什麼呢 我猜就是 有些人 將港幣 在市場上 拋出去 換一些美金 金管局 人家拋港幣 你就要拿著它 放一些美金 放多一些美金 但金管局 拿著港幣 那又怎樣呢 拿來做什麼呢 你和他想一下 拿來做什麼呢 最好就是發債 我借給你 不是 我借錢給你 我借錢給你 投入一個有意義的板塊 或者有意義的建設 你想一下 他現在拿著港幣 用來做什麼呢 今天香港股票 成交都不夠一千億 是很嚴重的事 那個點子就是 你看回過往的歷史 凡是出現這些 港幣觸及藥方 又要金管局 承接幾多幾多億 那一陣子 香港的股票 是沒有錢賺的 即投資者是沒有錢賺的 你做回一些統計 那個機制是怎樣呢 我就不敢說得很實 不講什麼陰謀論 有什麼人拋股票 拿港幣 然後就沽出港幣 拿回美金 走人走資 我就不講那些 但是 單憑一個相關性的研究 就出現這些情況 在港幣貼近藥方的時候 買股票 是沒有什麼錢賺的 即是你懂得買就好些 例如你想買大主一點 不要大主 小主一點 這個意思 CPI 數據 現在是多少 10.47分 有消息出來 通脹6.4 又說高於預期 所以 導致就下跌 開始時就下跌 究竟是預期重要 還是實質重要 實質是低了 早兩三個月 我們聽到是7 8 現在是慢慢去到6.4 除了 除了那些人 如何去 預測 預期 現在究竟是預期的 那些 實際數字 反映通脹向下 不知道 如何 所以整個市場 都是 在靠股的狀態下 上升 下跌 未來也會是這樣 但我猜 今次 6.4 也不錯 我認為也不錯 就算跌 也不會 牽連很大的跌幅 主要是 蘋果跌 intel 跌 跌 拼多多又跌 一些 CPI 下跌 不過有些聰明人 猜他要低一點 就沒有那麼低 這個意思 有位網友說 問12號好不好買 12號 也是一隻收息咕 他今天也 有少少升幅 恆子跌點 也有些升幅 十二恆基 跟領展 也有收租 也有發展 現在領展 也有收租 也有發展 我想他還要想想 如何建築 安達神 投資 那些東西 所以他想想想 也不夠錢 不夠錢 新手運 問人 12號 14號 就是欺神 欺神 今天也有升 升了1.多% 26個多 26個多 我26個多的時候 減遲過 早三個月左右 那就是16個多 新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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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相差过领战 4.9厘米 起码有4厘米 从来未试过公股 有故事送 有窩卵送 有防托送 所以这只股 我认为比领战好 未来一段时间 有位网友说 去 贪看领战稳 我想是 退休拿来收息 其实 没什么人说领战是 退休拿来收息好的 特别是最近 这三四年 他是一个大跌浪 一浪多于一浪 如果你近期退休 我看不到 别人说他 适宜收息 买一只横行 上上落落 横行 反而那些更好 领战是向下 所以 不要誤认 领战是一只 好的退休人士 收息股 不是的 他令你资产 缩减 现在就是 缩减了 可以做可以不做 管得好 不用这么多债 就不用做这次公股 这一只股 叫盈大地产 就说全年亏损 收窄至5.98亿 我不是叫你买 就是这间公司 就是 拱了在八号仔里面的业绩 奇奇八号仔 说股东应佔 亏损是7千万 就是这些 埋了在里面 他就很想把这些 弄走 他送给股东 几多股爆仔 送几多盈大地产 就是撕掉他的照片 接着就说 盈大地产要公股 之后他自己说不公 等股仔去公 股仔都可以不公 你不理他 他不理不公 就不公 等他慢慢丢借 这些股 就是 怎样脱离 这只股 我觉得 是要将八号仔的业绩 是纠正的 就是 转规为形 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所以 我看到他 全年亏损收窄 都OK 都OK 八号仔是 佔这间公司 一个几十个百分之的权益 送的 送的也有几十个百分之的 这些就是 李先生 李先生 用一只 PCCW 去收购香港电讯 当时 他里面的资产 已经混在了 吞没了 香港电讯 然后 包吞了这一只 在里面 之后 令到很多 股东 应战 亏损 就是在这里 来的 我猜 这个 现在 道指 消化 之后 本来跌200 现在 又可以升 夜9 所以 通胀数据 CPI 就是 看 分析员的 预期 还是 实际 想想 6点多 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再这样加息 有可能 招致有些人说 每样都便宜了 是人工好 人工好 你都看不过眼 你都要 令到 勞动人民 我们叫做 打工仔 要辛苦 你才说好 再加下去 就是针对工人 所以 我猜 加息就加息 都不会加很多 你加多少 你自己都要还息 所以我看 慢慢消化了之后 这些消息 就变成 预期之内 慢慢向下 又不是太好 又不是太坏 即是中性 就是预期了 就这样走 再针对 就是针对工人的工资 就好像 做丑隐 不太好 所以 我猜他加息 都会很黑 这个 长者收官式的看法 就是这样 我觉得 卖了领钱的朋友 就是 如果 都是想留在地产股 不如考虑 真的12 14 16 我就比较喜欢14 16 多于12 第二点 就是 营大地产的业绩 亏损少了 换句说话来说 电信营科的业绩 就会 比较好看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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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电信SS 就是 会 在这个位置都不错 10.7 是会 向11 那里走上去 看看 排多少额 不错 不错 不错